词曲 李宗盛 心的孤儿女 等去老康 心思考虑 月儿落落的天 你感觉 寻无的人 一百一百老天 像平生的歌 你真正不听着歌 我看谁来的驾驶 风修青 像海影 打滚应甘 无知甘 看阴感温柔点 在这 你感觉走北京 又是高兴 一切都不见 你感觉走北京 尽快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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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 雪 够了 够了的天 你跟着 四方的路 吹 吹 等到后来吹 地点的气 龙不露的 一眼 一定会吹 会不会棒棒 我好来的吹 吹 等到后来吹 地点的气 龙不露的 你跟着 六个月 吹 会不会 你跟着 让我吹 吹 吹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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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 三块里吹 地点的口 你跟着 头脑袋 两边走 你跟着 吹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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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吹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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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吹 闹 闹 闹 你 吹 闹 闹 闹 你 逃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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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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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吹 闹 闹 闹 我 吹 闹 闹 你 是 我 要 去 两百三百 当一条门一直可走 不是我想你 是一百两百三百 千百云一百 当地唱一首的歌 最近这不听着歌 光想来的歌吧 风收心情爱音 感恩兴感在党 看恩兴感允定在这 你敢没做会惊 天啊 落落地点 落落 落落地点 落落 落落地点 夜啊 落落地点 欢迎个阅 歡迎收看觀眾朋友來到我們音樂大電圈的節目 大家好我是大電圈 在今年聽到一張專輯覺得非常驚喜 為什麼因為在去年的時候 我曾經訪問到這個政府在前的才女 而且我在去年第一次讀到她 她就開始說她要來贏台語歌 過不多久她現在已經退出個人 正式的第一張專輯的台語專輯 歡迎鄭怡隆 怡隆妳好 大家好我是鄭怡隆 對 這個名字就要自己講的尊重 鄭怡隆 我對妳的這個印象最大聲是 剛才說就是在看電影的時候 看到妳演一個冰冬瑟絲 眼淚對不對 那次電影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差不多有10年以上 2011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我對妳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就說哎呦 妳在裡面其實有很多台書就是說台語 對 人家說台語又說得很好 他說哎呦妳是從小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環境 因為爸爸就是個性的很台灣 對不對 人家在去年的時候幫妳訪問到 妳說妳要推出這個台語的專輯 真的要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專輯的名稱要怎麼說 哈哈哈哈哈 欸這應該是好做水域 水域 對 但是我聽過一個別的說法 什麼說法 是豬頭皮老師跟我說的 好做水清倒頭驚 哈哈 水清倒頭驚 他這個是完全不會在說了啦 就是過藝術就是這樣 就沒錯啊 水星逆行嘛對不對 所以說是水逆這樣子啦 為什麼要這次為什麼妳的過程第一張的台語專輯嗎 算是第一張台專輯 對第一張 對啊 為什麼要用水逆這兩個字來說 因為其實我的台語是沒什麼冷凍 做這個選擇 哈哈哈哈哈 就基本上就是一個讓自己逆到不行 哦 因為水逆 水逆的意思就是說水星是掌管溝通的行星嘛 對 那當它開始逆行的時候 就是大家的溝通會受到一些阻礙 嗯 對 像我們現在錄音的這個時候 就是在水逆的當前 然後可能那個 手機啊電腦啊什麼東西 就是會有一點不順這樣 然後人跟人之間的溝通也會有一點不順 所以妳很相信這個 這個譬如說行星啦 或者是水逆的這種天文占星學 我是相信耶 我覺得還有它的道理 尤其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譬如說像星座 它是很有趣的排列組合 對 那這個排列組合很複雜 所以你去了解它 我覺得多多少少對於認識這個世界 跟認識人是有一些幫助 其實我從小的時候 我 我 很難說話 哈哈哈 就是 我的表達能力真的很不好 對 然後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去 去突破 去學習 對對對 跟人之間要怎麼樣可以做更好的交流 對那 呃 我想 一直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我好需要表達哦 可是 我為什麼這麼需要表達這樣 然後 然後到了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我好像可以去寫一張 全部都是在講 嗯 好想要表達的 的歌曲 嗯 對的一張專輯 對 可是 表達是這麼的困難 所以最後我選擇用 我 我沒有那麼厲害的語言 台語 然後 然後取名叫水膩 就是整件事情都是在 膩著走 對對對 就在給我自己造成很多的困難這樣 我曾經有聽過有人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順著個性做事 膩著個性做人 就是你 其實你做人 其實你是要 你是要膩著自己的個性去做人 因為你 畢竟我現在想要發脾氣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要膩著個性做人 但是你要順著你的個性去做事情 他事情才會順 所以我覺得這個水膩其實取得很好 其實我有這個 我收到這個實體的專輯 我還覺得 真的還蠻感動的 你知道嗎 其實台語專輯 做到這麼精美 其實應該是說現在的華語也好 流行音樂 然後做到這麼精美 你還做了一個包裝 對 我本來以為想說 打開會不會有巧克力 有一點像 而且你很像巧克力的那個 那個女主角有沒有 很讚 對啊 裡面打開來了之後 還有你的照片 然後都是用黑白比較灰色系 黑白灰的色系 然後又附上你的相片 然後這裡還有小張的風景 對這個是我自己拍的 你自己拍嗎 自己拍嗎 那個有好幾種 所以大家拿到的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 那是 這個鎮儀龍歌友會 所以大家也會讓人做拼圖 對 然後 然後你這一個也蠻有趣的 來面前相片 來面前相片 來面前相片的 姿勢 有一點像墨具 你知道上次我對於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出現在流行音樂裡面是誰 你知道嗎 是誰 好榮幸 對嗎 跟他做一樣 他早期的時候 David鎮儀也是我股東的時候很愛聽 因為我姐姐先喜歡 到的鎮儀 所以後來我就 他每天早上要出門前 他就一直聽 然後我就喜歡到的鎮儀 然後我就發現說這個人他還蠻妙 他去學墨具 所以其實有很多歌手 他的才藝都不是 只說只有一行 譬如說不太會表達 可是他可能在肢體上面很好 所以你以前你也有學過舞 對 我以前是舞蹈班 你是舞蹈班 對不對 肢體的表現跟言語的表現 對你來說 應該是肌體比較容易 是 所以我現在我 我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跟人說我的時候 我的手都會一直動 對因為我很需要用肢體去輔助 就是我的手會有一個節奏 然後那個節奏可能就是 做某個動作的時候 他就會是一個鬥號 或是一個句號 然後如果沒有 當我的手 我控制自己不要動的時候 我講話就會開始變有點結巴 其實你這樣是對的 真的我們有很多 像有些我不是老師 但是我知道我們業界有很多人 他就開始在教一些講話的課程 連那個議員的講話的表達課程 它裡面有一個就是 你要用你的肢體去輔助 是沒有錯的 包括說唱歌也是一樣 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一個IQ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唱歌的時候有些人他會墊腳尖 他找共鳴嘛 對他都是可以輔助到聲音的 但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你的第一首歌曲 有頭一首歌曲就是 人如何學會語言 這一首歌的曲 它是一開始是取材 自那個作家 吳明毅老師 是 他本齊學祖苦語之地 然後在裡面的第二篇 就叫做人如何學會語言 對 那他的故事其實是 是一個自閉症的少年 他從小就很喜歡鳥語 所以後來他就變成了一個鳥語研究員 然後他的媽媽是全世界最支持他 以及唯一理解他的人 可是有一天媽媽生病過世了 這個鳥語研究員就回去奔喪 結束之後他自己就也生了一場病 然後他就失聪了 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再也沒有辦法聽到鳥語了 那就沉寂了一陣子 可是他後來加入了一個手語社 他在裡面認識了朋友 然後他突然間覺得 我好想要告訴我的朋友鳥語是什麼 所以他就開始發明一套 用手語去表達鳥語的系統 然後他就跟他的朋友很開心的 一直在表達鳥語這樣 最後就變成整個手語社 大家都一起在用手語表達鳥語 所以這其實是很多層 對 可是我當初在看 看了這個文章之後 我就了解到我這張專輯想要說的是什麼 所以他會擺在專輯的開頭 也是因為他確實是整張專輯概念完成的開頭 對 然後我在裡面找到很大的共鳴 因為我覺得 可能我的成長階段 有滿長一段時間是有一點點是那個必須要到用手語 很努力很努力超級用力的去表達 那才有辦法把我觀察到的事情 感受到的事情 告訴身邊的人 那我就是 而且因為其實這一整張他在探討的都是這個用力這件事 對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第一首歌就直接讓大家 給我整張專輯想要講的話 我本來就很喜歡 我看吳明義老師的作品 他最有名的就是有拍成電視劇的那個天橋上的魔術師 我其實那個狀態是我一直覺得 我找不到我想我要怎麼講話 我要怎麼寫這張專輯 對因為我已經知道我要寫一張台語專輯 然後我覺得很後悔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 你故意給我講過之後你就會 因為其實真的不太容易 就是說全台語的專輯 但是我覺得你做得很好 因為尤其這張專輯 其實我看你的歌手過 我覺得你給台語歌詞一個新的視野跟未來 一個想像的空間 而且它不是拼湊的 我覺得它有你自己的語言邏輯 跟你的自己的程式密碼在裡面 所以我聽我蠻感動的 就是說你一個對台語這麼有一個情 你到後來你可以找出自己的方式 自己的路線 然後去幫他寫出有意見的歌手 不像心思一樣 對我來說是一個真了不起的聲譽 我是真是真是真 謝謝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來聽歌好不好 來就是鄭怡農的構成 頭上的這個台語專輯 水滅 人是如何耳耀眼 人如何學會語言 心情潔淡淡 那時 一直在誰 也會奔淡淡淡淡淡 剛好想說 怎麽不知 在你 安穿 花出 無意記的聲 無論將近日有 只有永遠 都不會掉 永遠全部的意志 放在你 出來對 躲好 躲在你的心口 安穿 春日花的領魂 南天神 唱 祖師招啊 用全身的虛弾 喔喔喔 明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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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目 盡 我的鬈昂 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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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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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侏仙 五虛弹 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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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暬 暈 你聽聽唱的歌 並無改變的 想不輕輕阿伯 開嘴這麼發生 永遠是 漸漸的願望 不管仲間那樣 只有永遠都怪掉 永遠全部的意志 往彼處來負 多好悪地你的心口 恨恨存在我的領魂 難天順千千千 做事叫我 用全身的虧欄 喔喔喔 永遠閹過你的白照 想不及地 我的那奧 難非心千千 做事叫我 用全身的虧欄 喔喔喔喔 仰在飛行間鳴叫 為了社交而鳴叫 受了傷鳴叫 清醒的為了無故而鳴叫 一直用兩次的化 發出氣質上開始 總不斷學習有不同的聲音和原字 那時候是愛情來了 那時候是要離家了 那時候是分家了 那時候是交際 那時候是學習慧 聽到這首歌曲喔 人如何學會語言 人是怎麼學會這個議員喔 對我來說 學議員就是模仿 一開始人在模仿的行為 這個最直接的就是對議員開始 動作都還沒就開始在學議員 對嗎 比如說在一個爸爸媽媽 有人說我看到 我現在影音科技比較發達 我們錄小朋友剛開始嬰兒 第一次會講話的樣子 我們都把他錄下來 回頭再看會覺得很感動 會覺得很感動 會覺得很感動 但是自己卻忘了自己 到底是怎麼學會語言的 對於來講 你這小時候你的語言 就是覺得是很 你是一個很點 很silence 的人 我是一個安靜的小朋友 很安靜 其實你到現在還算是 蠻安靜的大朋友 對 但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對 就是可能我沒有用講的 我都用唱的這樣 對 如果這是一個以音樂的國家的話 你變才無疑 應該算是個律師 對 因為我爸媽比較酷 然後我媽也很安靜 所以我整個家都很安靜 對 而且他們似乎也覺得 就是大家有各自思考的空間 是很好的事情 對 可是我是一直到在學校 雖然我不講話 可是我不是那種 怎麼講 就我看起來是 是驕傲的小朋友 對 你看起來比較外放 就是讓人家會覺得說 也不是驕傲 你絕對不是一個 尷尬的小孩 不是文章的那種 對 結果就是 當然覺得說你是故意的 對 你轉什麼轉 對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不要用外相去判斷一個人 所以在水逆中求生存 所以這張水逆呢 真的是太合乎這兩年的那種感覺了 對啊 你水逆就一語直接倒破了 我們大家的生活 對吧 這一次的第一張台語專輯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 你在創作上面是有極大的突破 這件事情很有趣 因為明明我就是用我比較不擅長的語言 但是寫完之後很多人說 我好像第一次這麼接近鄭一農這個人 對 然後這件事情很神奇 我在想可能是 因為我沒有辦法用很華麗的詞彙去 去裝飾我的歌這樣 對 他沒有了裝飾 對 可是在這種沒有辦法裝飾的狀況之下 最後我還是有寫出我自己滿意的 比較有詩意的一面 所以可能這個部分算是有突破吧 然後讓大家可以聽到一個更直接更赤裸的我 對 可能這也是一個突破吧 對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台語這件事 你一定要收拾 不像收到烏雅火那個年代的氣氛 才是真的文學 我也沒有這麼認為的 說好參與 過去的古詩跟現在的新詩 哪一種文體它才是美的 它才是好的 我倒覺得也沒有一定 像說 你會記得說你把歌手 你有把 臉滾什麼味 我們一般就很少去 在台語歌裡面會聽到說要用臉滾 對吧 臉滾就是脊椎 對 對不對 對 我很喜歡這個詞 對 對 但我覺得用完了 我聽了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覺得原來臉滾它可以用在歌曲裡面 你大概是整個台語歌曲裡面唯一用 哈哈哈哈 我剛剛這個櫥很漂亮啊 我覺得它很 就是一個 就是它有意象 它有畫面 對啊 龍的骨頭 然後支撐著我們的身體 這件事情很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很有氣質 對 所以你看 語言那個事情沒有絕對耶 我也 我也不介意說 有人就跟我說 有人說 火會冷氣 火會閃氣 頂頂 無論說你不要用什麼樣的風險 其實藝術跟文學這件事 它是合理的 藝術本來就沒有絕對的 對不對 那當然你是如果今天 以教育的部分來講的話 那我們當然它就有一定的標準 但是它畢竟不是 以量化的SOP去寫的時候 它有很多是抽象的意思 你有沒有覺得台語 台語書買什麼 比較抽象的東西是比較困難 嗯 超級困難 對不對 華語很好寫抽象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我常常要 就是我會變成是 要寫一整個故事 這整個故事本身是一個隱喻 對 我沒辦法用一句話隱喻 對對對 譬如說你說是去 地球寫過一年 是常常在背 是在正客和宿航之間 牽鼻子連 對吧 嗯 雖然你是很欺負 你說你自己在寫這個 你覺得台語沒有人回 甚至要有某些地方 你覺得說是不是 有不精準的地方 我們買的 我覺得你正常是 給台語寫一個 新的不一樣的 想像空間 一個空間 可以讓大家一起 嗯 如果可以這樣就太好了 那你寫了多久 我寫了應該是一年喔 有一年 該過了很多次 那就是因為我有找那個 沙沙何欣碩老師把我配唱 嗯 阿姨台語 是不錯 但是 然後反正後來就是她又找了各式各樣的老師 像豬頭皮老師啊什麼都加進來這樣 然後大家還弄成了一個群組在裡面 大概一直討論 喔真的喔 所以我在錄音的時候 大家就一直在討論 來來 我很想知道 可以透露嗎 那個群組有誰 就是後來 因為五熊老師是後來才加入 他沒有參與這一張 對 可是他後來出現在群組裡 對 他會聽我的節目 真的 所以老師這次是沒幫你殺手 他只是說給你參考 給你制度 就說要怎麼用 這有五熊老師 豬頭皮老師 吉董 Xasha 還有我不知道現在構想 到那個時候最後是長這樣 大概就五六個人這樣 對對對 多了加入這樣 好 其實我跟夏台語書館 本就是一間 需要時間去 對他跟理解的事情 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而且 我只能說 你有天才 你把你的藝術的天分 補強 這個 這個議員的這一隊 文學民 都是很生意的 都是很成立 當然在編曲上面 也有一些很特別的地方 這一次其實 草光 你新歌發表會一天 我人在第一排 我跟我們母親坐在那裡 看你開始準備要來唱歌 對 這個樂隊的編制滿有趣 一把吉他 然後就是 用一個Gibson的吉他 吉他老師滿厲害的 然後 另外一個 他是在做那個有點pad跟 對 finger drum的東西 對對對 他是我的製作人 對他叫什麼名字 可以跟大家好好介紹一下 他叫做清厚 這是英文 清厚 對 大家都不會念 而且聽起來很像韓文 對 清厚 但是清厚其實是他的羅馬拼音 他的名字 對 然後他 我們其實從以前 上一張專輯就一起合作 那他以前也是我的樂手 他以前是彈吉他 可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開始去了解合成器 了解各式各樣的 就是更 就不是單純只是 肉身樂器的 吧 鮮艾樂器的製作方式 對 然後到現在 他自己在 因為他的角色真的太複雜 他在我的台上又彈 Keyboard 然後又做 放那個program 對 然後他又做一些 手指鼓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 我就跟大家介紹 他是我的製作人 然後他是一個萬能的人 他很厲害 他很厲害 而且他的取樣 都是他自己把那些聲音調好 然後放進去 對對對 而且這張專輯裡面 有很多那種環境音 對 那些全部都是他自己 沒事就錄一下 去收音 他好適合去公視 收一些生態 對對對 什麼蝙蝠 對對對 蟲鳴鳥叫 這樣 那麼我那天在台下 我也是看到 已經都整個出神 就說哇 其實現在的編製 但你是對唱給它團出來 不管大型的編製 小型的編製 中型的編製 你都唱過 那這樣子的一個編製 他是很有趣的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不對 三人成虎 對 而且有的 因為像我最近在小巡迴嘛 小巡迴那時候 是我跟他們兩個人而已 然後他就是 等於他做了一個DJ set 然後他就會在現場 真的把我的歌 就是譬如說他會轉一些filter 然後就會突然間變悶悶的 然後突然間低頻不見 什麼的 就很像我們在party的時候 那些DJ在做的事情 對可是DJ加上我唱歌 這件事情又變得很有趣 對所以 所以那個在現場 所有的人也是一直盯著他的手 目不轉睛 因為就是聲音跟他的手是連動的 對 可是他卻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以專職為DJ為主的人 對他不是 他是一個音樂製作人 對 所以你看他很有在情 連我相信說他十年間 本來是一個吉他手 到後面還會去學keyboard 獨處以外 還會去學這個 所謂的這個取樣的東西 Program的東西 Finger drum 那要練 那要練 那不是不用練 大家想說 那九宮格 九宮格 一人比較近 村子都隔離起來就好 九宮格 手這樣擲擲擲就好 沒有那麼簡單 我還真試過會按錯 而且那個現場 沒有辦法出錯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他會出錯嗎 他會出錯嗎 好多格 而且那個速度是很快的 對 而且每一首那個格 又會長不一樣 對 他長不一樣 他放的地方又不一樣 一條歌 他如果是記到頂一條去的時候 還生了一條 他馬上就動不動了 沒有 所以這一次這樣子的一個編曲 或者是一個這樣子的方式 取樣加入這麼多的聲音 是這一張才開始有這樣的嗎 還是在你之前的專輯裡面 就已經有這樣子 之前其實就有開始 對而且 這張我覺得蠻大量實 對對對 這張就是已經完全變成一個重點 這樣對 最早是 其實我 我的第二張個人專輯叫Pluto 就是冥王星的意思 然後那一張是我自己編自己製作 那個時候我就有開始用取樣這個東西 只是我的用的方式很笨拙 然後那之後就我的製作團隊們 就各式各樣的人加入 大家都在想說 那怎麼可以把這個概念變得更精緻 然後到給天王星 就是在下一張專輯的時候 裡面就有一些歌 譬如說有一首台語歌叫 對那首裡面也有很多取樣 對 但是這一張是一整張都在取樣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 我們一直在研究做這件事情 做到一個我們想像的 我們的美感這樣 真的耶 所以這張專輯我其實在聽 他的調性是很太空的 他其實也是取樣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我們現在在做 就好餐 像我今天看到你的照片 在想說 好 Davy Boy 其實以前70年代 他也就是做取樣了 他做了很多的取樣跟那個 把頻率去改變他 然後我做了一些那種 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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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oOoOoOOoOviceps 現在已經我們是很禮拜可以拿到這些器材 不過你就需要花時間去研究去練 這一切都是要付出很多心鬼 包括你的歌手也一樣 有一首歌叫做新世紀的女兒 真的就有一種新世紀很科幻 跟你整張專輯給我的整個氛圍也是很像 對不對 新世紀福音戰士 大家都會想要講這個 新世紀的女兒 你連MV音樂門口排播的螢幕會一直放著MV 然後就覺得MV也拍得很好 然後再加上那個音樂 你就是讓大家看一個很新的外面 我希望我們所有朋友可以透過音樂去 實際到正宜龍他的內心事情 他是新世紀的女兒 我們現在來聽這首歌好不好 Fight darling fight, darling fight 看着你的伤疊一切都不简单 一步一步呀 假期待会自旁 为它准备烦恼 为它睡眠来无分 我没人知道 心动在得追着 你笑 是滴滴的咕咪 像我所當都在外 笑不 是做人的噴出 亂來是給麻煩 但是白色 哪會點點點 滴滴加班的宵夜來臉 你敢有聽到你自己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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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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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先睡去 走不走 咕咕咕的夢 Fight darling fight darling fight 碰到你的算益 一切都不簡單 你笑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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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你笑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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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夢中的風景 為起點的過程 傷魂是存在的證明 尾箱是過世的戲 但是白色 哪會點點點 滴滴沾沾沾的笑臉 你敢有聽到你自己 你敢有的記憶 你自己 Fight darling fight 愛愛愛愛愛 新世紀的走我走 有有有的夢 Fight darling fight Fight 人在你的選項 一起都不簡單 Fight darling fly 愛愛愛愛愛 新世紀的走我走 Fight darling fight Fight darling fight Fight 愛愛愛愛愛 愛愛愛愛愛愛 词曲 李宗盛 心出一堆灰 足有窥 足有鼻泥 那是有限 来后是真见过 换色的变作风景 你最爱的 开门的雪 到里顾 离顾在 那中间弄书 慢慢也 睡到我的故事 慢慢也 睡到吧 离顾 在路上流转 慢慢也 睡到 全部云 巧妙的姿态 想寂寞的学分不敢问问题 穿上新的衣服忘了把不了的钱坚持 没沉默吹过发情的大大的摄影 把秘密藏在一首歌里 你还在寻找传说中的爱情 可能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 总要让几个离人伤心 不断声话语的善良 你在做一本世界的词典 在世界就要轻轻相恋的这一天 在我们的海质里破碎的这一天 一段说话语的生产大 但你还在找一本世界的字典 在世界就要轻轻相恋的这一天 在你把全都生成金字的那一天 你敢没喊我到底 我们的画面各自的结束 要对你的字典 是起的點生過一天 千點點的背後 是在牽腳的順口一間 Can't be good today 豈有夢 心想一日 Do you quit? Do you be a? 若是悠然 白虎是一件贵 幻世就变作风险 地带来的 好,蜘蛛端 字幕为了解 源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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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字幕君 李宗盛 正銀龍這類專輯叫做水業 對我來說呢,他真的是 讓我看到說大家可以這樣做 而且這是在未來 算是一個理想國吧 怎麼講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覺得是理想國 就是說有一天 所有的少年家 大家都用台語來寫歌的時候 不少就是對這個方向開始來做延伸 其實像現在有很多 你有看到有一些年輕的樂團 開始在做台語 做台語歌 對對對,還蠻多的 他們標達的方式其實 可能是更淺諜化 他可能更自然語一點 你有沒有特別欣賞的 其實我還蠻常聽美秀集團的歌 對 對 但是那是不一樣的世界 對,完全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其實 不是說台語就一定要炒金 不一定就要鄉土 不一定就大金這個土地 就是說不是說都要引農 或者是市井 你才有台語的那個氣味 對我來說,我很開心的是 因為在台語電台 放送也十幾年了 你就看那個引擎 這個進化的速度是蠻快的 走到今天你這部的時候 真的覺得說 水逆專輯它很不一樣 最起碼在過去是 無前例可以 尋這個軌跡去找到的 我也是希望開啟一個大家 新的門 對 然後大家以後 真的是可以知道說 所以我可以勇敢的去做一些嘗試 當然 對,可是 我也要面對的就是 你要去 比如說像我們這次那個 導音的問題 然後使用的詞彙等等的 我覺得 我希望可以讓我的聽眾 就比較年輕的聽眾 在聽完之後知道說 做這件事情是有代價的 可是如果做得好的話 是很有成就感的 這樣 對 可以講嗎 就是說因為在台語 我們創作會碰到幾個困難點 就是說會有兩方爭論 那其實都是一個說法而已 那說法這種東西 就沒有標準沒有對錯 但是就看你站在哪一個角度去看 你在在寫完這個歌詞 然後出這張專輯 已經說不前有一次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有專業的老師 來給你一些建議 有否定的地方 或是覺得說 希望你能改變的地方 其實沒有 因為在之前那個 像我其實專輯裡面有兩首歌 還有進展舞 出過那個單曲 對 就是一首是小孩看 另外一首是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 他們在當初出單曲的時候 都有一些需要再調整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專輯就真的重錄這樣 然後還有一首歌是聽已經要更 那首在MV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錄好之後就先出了MV 然後那個時候也有一兩個導音 那我們就又再進去重新把那個音再錄對 所以專輯裡面的時候 應該就都是有校正過的 對 其實我剛剛 我還是一個蠻重視這個 理學派的專家的話 例如說老鼠如果是有給你建議 你是不會說 我這個音就是要放在這裡 其實你有聽過就是 一派它是語言派的 一派是音樂派的 語言派的他說 導音就是這樣 所以我聽不到你在說什麼 音樂派也就是說 我這個音程我已經算好了 我這一個和弦裡面 我這個音不能改 我如果改那個音的時候就不好聽 我們當初也是 都是在這個兩者這邊拉起 但是我後來就是一股不甘心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做到 可以達到平衡 所以就花更多時間 因為等於是說 明明這個音最好聽 可是我不用這個音的話 那我在詞要做到什麼程度 可以這樣覺得 我犧牲這個音是沒關係的這樣 對 其實要成這張專輯 就像獨了說 你的製作人很厲害 還有一個配唱製作人叫Sasha Sasha老師其實也是 古中的時候他就出道了 那時候就聽他唱歌 真的是 他好像走在你前面是 上一代的創作才女那個 對 我小的時候 現在就想說 我以後要變 我要變成Sasha 這樣 你已經是了 過過十年後 就是說 以後你就遇到一個女孩子說 我小的時候 我都聽你的歌大聲而已 我現在已經有遇到 已經有遇到 你會怎麼去歡迎這件事 我就 笑笑的 我當然覺得很榮幸 就是如果可以陪一個人 走過一段他人生的歲月 怎樣是很開心的 其實已經一個十年了 對 已經一個十年了 那我們合作對象 當然也要講一下 這張專輯裡面有兩個 阿爆他在這一次有跟你合作 再來一個團就是Dekka Joins Dekka Joins 其實真的是第一次合作 對對對 他們跟你合作的這個機嫌是什麼 譬如說你是之前就在聽他們的歌 主動去跟他們搖請還是怎樣 就是這樣 我是他們的歌迷 因為我很蠻喜歡他們的創作跟現場演出 其實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跟男生合唱過 然後我一直在想說 那如果我第一次要找一個男生合唱 要找怎樣的 我想要聲音溫柔的人 然後因為那個主唱 Dekka Joins的主唱鎮靜如 他的聲音就是 有一個很獨特的 很溫柔的 清透的感覺這樣 那也許我們的聲音合在一起會很有趣 對 那然後再加上我們在後台遇到之後發現 欸 感覺應該是 就是沒有那麼難相處 就是好像可以找 會搭壞的啦 會match的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在這兩年 其實你也蠻不錯 你自己去牙齊把人來合作 也有人欣賞你 譬如說小孩也來團 我上次在訪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說 我跟這個鄭英農老師 合作合作 我這個機會 那個主唱我看起來就是那個 剛從甘蔗園走出來 哈哈哈哈 煩死了 很有趣啦 就是說大家彼此互相合作 那你看到後進 像是今天我們對你來說 也是很年輕的樂團 對不對 那他們給你邀約的時候 你也是一口氣就答應了 對啊 他說你們完全都沒有丟 你說好啊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這一次跟那個Dekka Jones合作 感覺到最後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有趣的是 因為這條歌合作最好的鼓勵 其實我就在說曖昧 就是 曖昧 曖昧 對就是人跟人在還沒有很認識對方 然後在那邊一直在猜對方 試探 對對對 那是說愛情的這個部分 對吧 對剛好因為我跟Dekka Jones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熟 所以我是當初在想苦苦的想說 我們要寫什麼主題 我就突然想到 其實我們的現階段 就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對 然後我就提出 那很快的這首歌就出現了 因為 就是因為太好get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狀態 對 這個最好的記憶 七分的搖腕的 抱歉小禮啦 我給自己一些時間我緊張 沒變的裁切 沒變的可能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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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記憶 雷神摩摩的感覺 這 海水不減吃 這要變成一句話 我想你的理解 青春摩摩的故事 對這份情中開始 還有就是 夢無中 黑暗咪 嗯 其實這都是很心思的感覺 對 這個 整暗咪 冰破心思沒在說 對 冰破心思 翻譜心思無敵講 對 對 這是以下的詞 這是以下的詞 對 整暗咪冰破心思 冰破意思是說 他躲在臉書上這樣翻來翻 嗯 哦 心思無敵講 不完屯路 屯路肚 其實他的 台語也寫得不錯 嗯 他是台南人 哦 對 他台語比我好 奇怪 有時候有人說 欸 其實台語不錯 他是台南人 我今年有聽到很多 很多人來這樣說 台南人 上面是一個標準 台語標準 因為一副一路三萬塊 對不對 我拜第三 我萬塊人 真的 嚇死我 我如果是用每一個 用這種聲音 在念你的歌 我就覺得我好像在錄心思卷 選 你知道嗎 嗯 對啊 這個其實要寫真的不容易 就一年的時間 你能不能寫這麼多人去 他去收 你怎麼有去請教爸爸 有啊 有啊 嗯 而且那個 有一首歌 甚至是我在錄音的時候 爸爸有在外面聽 哦 那一首歌 有什麼 他只要聽孩子 沒有 沒有沒有 因為那首是比較早就錄了 我想說是因為你是他的孩子 所以 我還要有一個歌 是我在唱我的孩子 你在唱孩子 我會去聽起來 沒有 那個進程是這樣 就是 我想說 要有一個人聽我的台語 我就請他來 這樣 他就聽過 就這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他還是這也不要來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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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還是歌詞都有丟給他 只是 他後來就是 要讓小小接手了 OK 因為他就覺得說 我跟我的女兒 拜託我講什麼 不是啦 好像過年的時候 不快把我回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是 我 當然我是有那個 我是有很 很就是一個 乖女兒的姿態 就好好聽他講 但是那個唱歌的時候 就覺得有點累 對啦 唱歌的時候 我們總希望不要影響我怎麼唱 對不對 但是歌詞你就 爸爸你就收好給我就好了 你可以移民好嗎 哈哈哈哈 不然你自己用講 講完落給我 對啊 用line 對對對 這也是一個蠻快速的方式 對對對 這張專輯來臉 讓你覺得最痛最 就是說 我寫到落後 就說 這已經是表達一種 情感的 不是 具象最少的是哪一首 你覺得 歌詞對你來講 瓜叔最拍下 最拍下 嗯 每一首 但是如果要講那個 因為 就是我剛本來想說 最後一首歌 是要放那個 最紅胎 對 對這首歌的 他的狀況就是 其實 我的歌詞裡面 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 紅胎 他都全部 他只有歌名是紅胎 他是用這個 直譯的 對 然後我只是在描寫說 在這個 我們現在在這個屋子裡面 外面一直有一些東西 在撞擊 對 撞擊窗戶 對 然後我就是還用了一個隱喻 我說是 否定的聲音 好重的聲音 對 然後 然後 呃 在這個時候 可是只要有你在 嗯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度過 然後 最後就 我就會吟唱說 婚名在開這樣 嗯嗯 一切都沒有關係 因為雲明天會開這樣 對 那這首歌在 在中間的時候 因為大家 真的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聽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跟我說 太賤了吧 這樣子 因為就出現了阿嬤的聲音 對 然後那一段阿嬤的聲音 是真實我在跟他聊天 嗯嗯嗯 那他就講了一些關於我的 譬如說 呃 當然就是每個阿嬤都一定都會講的 就是喔 很乖啊 很聽話啊 很厲害啊 正理金花阿嬤 對對對對對 然後他就有講了他做了一個夢 那個夢是 大家都在說我的名字怎麼那麼像男生 嗯 然後他很擔心這樣 啊這是他從小到大 我從小到大他一直在擔心的事情 嗯嗯嗯 對然後最後他又唱了一段 就是那個 我們把這全部取樣放進去裡面 嗯嗯嗯 對然後 整個情感就成立了 嗯嗯 對那就在這個好像 其實這首歌超級安靜 嗯 他明明叫最紅台 可是他超級安靜 哦 對然後我們就是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大家都一定都有這個經驗吧 颱風天的時候 可是你卻覺得跟自己身邊的人特別近 然後你們一起處在一個很安靜的氛圍裡面 讓人覺得很安心 嗯 我想要把這個畫面傳達給我的聽眾 阿嬤阿嬤那個收音的時候 是你幫他收的嗎 沒有就是我們 喔因為那個 我們那時候是去拍另外一支 小孩乾的MV 然後我們就回家 我就去訪問他 對然後旁邊其實是有人在收音 了解了解 阿嬤阿嬤就是 他是那種看到鏡頭 他是有表現慾的人 對所以他就很興奮 開始一直講 真好 真好 這張阿嬤最好 阿嬤來啦 那張阿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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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過我們剛才還沒聽到 那個最好的鼓勵 對 我先來聽歌 就是跟這個Dekka Jones 第一次合作 我們先來聽這一首歌 聽他們兩個人的音頻 其實我真的聽起來很搭 而且渾然天成的喔 來聽這首最好的記憶 對 拿我們要換的 不好意思 洗衣 我幫自己 一段時間 我近來 沒變的拆責 沒變的可憐 我一定擇到時代 最好的故事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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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